各位好 今儿再跟大家聊点有意思的事 这是这样的 有朋友点播说你要不要聊聊大运会 中国金牌第一这件事情 远远超出其他地方的金牌 好像是我记得一大半都归到中国人手下了 这么长民族志气的事情 我就不聊了 不往深的聊了 就给大家讲一个当年的故事 大家都也知道中国足球一直以来不算太好 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放光的时候 后来就又歇了 尤其是这些年在圣上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之下 中国足球越发的不灵了 包括原来女足还行 像连女足都不灵了 是这样会有一个奇怪的事情 前段时间大概大家也都知道 李成鹏也叫大雅 然后不是来京都这块 我们一起待了一段时间 我们也就聊到一些足球的事 其实我是不太看足球了 我看MBA的人 那聊到足球聊什么呢 基本就是聊当年的这些烂七八糟的烂事 没有什么好事 都是烂 中国足球是一堆的烂事 其中一个事情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的足球有一个非常怪的现象 就是少年队就比青年队好 青年队比成年队和国家队好 就是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就是中国的这帮孩子们踢球 从打小时候就挺厉害 然后到了以后就是小时寥寥大卫必佳 你就会发现全都就完蛋了 这个原因很多朋友都知道 就是如果您看中国足球的话 您应该知道 经常是用青年队冒充少年队 然后用成年队去冒充青年队 所以就总是用这种模式去提振自己的信心 这种虚假信心 但是您说您少年队拿了世界杯的冠军 或者是什么比赛冠军青年队拿了 有意义吗 没有 没人在意 还得是成年队拿 对不对 就用这种模式去把金牌 或者是说好的名次给提上来 但只是中国政府觉得很开心 对吧 或者是说领导觉得很开心 其他的到底有什么开心的 我也不太知道 大运会这事基本也差不多 我一定是拿我金工系做最好的职业运动员 去拿金牌 然后给自己 我不老说 就是驴粉袋上贴金箔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用这种模式来贴 所以您说你拿了这么多的金牌 到底有啥用 反正我是不知道 可能是有用 对于老百姓没用 也有用 这些也必须得说 就是好多人我看着 那个兴高采烈 对吧 就是脑子不太好使 都觉得这个是一种 就是你看 就是好多人是这样的 就是大概跑步 你让他跑10分钟 那肯定扛不下来 当然看着这些 自己国家的这些职业选手们 冒充大学生 或者是说真正也算大学生 OK 去拿了金牌了 那开心的要死 对吧 然后自豪感的提升 对于我党的统治就更能忍受 这对老百姓也是件好事 就是大致 原来曾经有一句话说 叫做宗教是统治阶级 给民众的麻醉剂 但是现在宗教没啥希望了 就类宗教可能性也不大 比如说共产主义也可能性不大 那什么事能够给老百姓的麻醉剂 让他自豪感爆棚 那基本上来讲体育运动算是一个 金牌算是一个 所以大运会如何这件事 大致我也就是这么看 我相信各位明白人 都能知道这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 二一个跟大家聊一回 再多聊两句一聊这事 因为跟每个人的关系 都非常非常的紧密 就是原来年轻的时候 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 因为年轻时候身体好 我这辈子到今天为止 就是为二的住过两次医院 你一次是因为外伤 就是玩独裸的平衡车给摔的 摔进医院去了 另外一个就是中尔炎 去年的时候做了个手术 一次是在中国 一次是在日本 两者之间的差异 当然是相当大了 我以后有工夫在聊 但是医疗这件事情的岁数越大 你会觉得它跟你的关系越深 中国又要步入老龄化的社会 在十年前大概是这样的 就是曾经有一个原卫生部的副部长 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说是这位副部长 是叫殷大奎 他接受经济证券时报采访的时候 就说过 说医疗投入80% 是为850万党政干部服务的 就是说一位退休的省级干部 住一次医院的花费 大概需要300万元 就差不多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都知道医疗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大家交社保 其中包括医疗 医疗这些东西 那你大家都交的钱 应该是有用的人在用 结果就发现 说其实大家交的更多的钱 并不是说给你 或者是说给社会上其他需要的人 更需要的人用了 给的是这些人用 而且我个人我也知道这种某些某些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我原来就认识一个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的父亲是军队的一个不算特别高层 但是也是中高级的军官 而且是主官那个级别的 就是得病之后 他需要就是就非得是让他拖过这个八一建军节 其实人已经完全不行了 但是一定要让他活着 到拖过这个八一建军节 那花钱就没有任何的预算可言 你给花多少都 花多少都行 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 几百万上千万应该是有的吧 就为了这么一个日子 让他得看见建军节 多少年多少年的建军节 得看这个 所以说就是大量的这些钱 中国医疗别浪费在这 然后我们也就知道 老百姓的医疗保障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糟 为什么现在要进行改革 可是你最该改的东西 你没改 就是说这些人 依然还是享受这个待遇 新华社甚至于 发文说就高干病房不能改 要为这些做劳苦功高的人 给他一个待遇 中国我原来跟大家讲过 共产党说人人平等这件事情 大概是这样的 保留了等级 取消了阶级 对吧 他把阶级敌人都给打倒了 大概就是等级的这种原因 让大家都是变成这样 至于说在国外会怎么样 大概来讲 我在日本待的时间比较长 在美国待的时候 我基本没用过他的医疗系统 可能是美国是有钱 就会更好一点 但是如果是不花钱 或者是少花钱的 用公费的 可能大家比较平等 日本就基本都是平等的 你原来是夺牛逼的人 这个不重要 你哪怕是前首相 你退下来 你该骑自行车去买菜 你就骑自行车去买菜 没有前户后拥 也没有这些特殊的这种待遇 这个比美国还是差好多的 美国他居然 总统他还有一个专门的这种警卫 还有保安 特勤 还有能弄个总统的某个图书馆 什么的 大概是这样的 这跟美国不能比 那如果你要想干点其他的特殊待遇 那你就多花钱 比如我去年在日本这块 就是开刀做中尔炎手术的时候 那是我就自己花钱 自己花钱的话 一天是一万日元左右 去要了一个单独的病房 而且里面有单独的卫生间 当然里域没有 但是有单独的卫生间 反正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地方 所以也其实没有那么好 这个只是就是说你可以单独花钱 能得到的基本上最好的待遇了 你说再有其他那种特别牛逼的高肝病房 或者是说那种就是像中国 在中国那块 没有陪着朋友去看过病吗 那些有一些医院 就是那种贵族医院 或者是什么私立医院 那么好的 很难有 我去看病的还是一个大医院 在京都这块很大的医院 就京都市 京都府市立医院 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医院了 在日本 所以说也就是如此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在中国 你除了 就是我一直在说 中国所有的交给政府的钱 你都可以把它视作为某种情况下的税收 就是包括你的这个医疗保险 其实依然也是某种情况下 它是一种税收 它是从你手里抢钱的 因为80%的这个费用花在那儿 花在这些省级 省部级以上 这个官员身上 那还有很多的钱 是花在这些其他的 没有到这个级别的 这种这种官员的身上 那到了老百姓身上 还要多少呢 可是他们这些人交的这个钱 能不能到这个程度上呢 就是占比占到这个程度上吗 恐怕不是吧 对吧 我们都能理解 它能占23%就不错了 那更多的是老百姓交的钱 那老百姓交的钱供养着他们 你除了在交税之外 你这些东西是不是 还依然的是某种程度上的税收 而且这个税是你不得不交的 也是那种不得不交的税 这就是中国目前医疗的这种现状 这个改无可改 只要这个体制不变的话 你再怎么去你把医生的红包也都弄出来 给让他退陪 你把所有的这些药品你的品质降下来 用国产吗 对不对 用国产的这些药品的 你原研药跟后来的纺织药 它之间的差异之大 可能很多人都不是很理解 但是实际上你在这行里待过 你就知道这中间差距有多大了 那把这些药给你换过来之后 是一什么样的感觉 你自然就知道了 对不对 你就只能够享受这样的医疗服务 那就是如此 这是跟大家聊的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想跟大家聊一什么 前段时间拜登老师干了一什么事 在公开的讲话那说了一句话 说是把中国的状况比喻成一个定时炸弹 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 然后中国就回击了 说唱衰中国 只会在事实面前反复碰壁 至于说原来是不是唱衰中国 我确实也没有太说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这种实证评论者 对吧 我是评论具体事 你说现在是不是唱衰中国 我觉得唱衰实际还是蛮合适的 这个确实应该比较合适 为什么会是这么说 是大概是这样 举一最难的例子 就这两天有一个 要中央派下这种调查组去了 这调查组是把这个叫什么 就是94万亿地方债 要给他做一个好好的调查 这个工作组派下去到10个经济最差的省去查账 然后寻找削减债务的方法 直接向总理李强汇报 昨天不好意思 我有时候口误就说成李克强了 实际上应该是李强 我可能对咱克强同志感情比较深一点 多少长着重点多少像个人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有时候对他印象比较深 有时候嘴嫖就说成李强汇报 这个94万亿是哪估算的 是高盛估算的 高盛估算的地方政府的债务累计是高达94万亿 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地方政府发地方债是一回事 它好几个部分组成的 就是说地方政府发地方债 也算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就是说 像现在各种叫城投公司 就是每个地方基本都建成城投债这些东西 然后它就这个债务 其实算是表外的债务 但是它都算地方政府债务的一部分 所以高盛的估算是94万亿 高盛的估算吧 我觉得他高盛的这帮人 跟我有一个共通之处 就是在某些情况下 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无耻低能 然后这种反正是各种各样人的这种等级吧 严重估算不足 就是我一直以为 我用最大的恶意去估算之后 发现我做这事好像评论的太善良了 高盛也是有毛病 实际上中国政府地方债这块 中国政府的债务有多少呢 大概是这样 有估算就是说在285%左右 这是今年的一个新出来的一个估算 但是国际金融协会 就是IRF 它在19年的时候 就估算了中国政府的债务 大概是300% 就是说在19年的时候 中国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了中国GDP的年度GDP的三倍 去年的我们GDP是多少呢 是121万亿人民币 它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数字 那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债务 你往少的说吧 就是说是大概是在360万 就300万到360万亿亿之间 就是以人民币计价的 那就这么庞大一个债务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每年中国创造的经济 就是GDP的总产值里 那有多少你要还债和付利息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那为什么这回整体清理地方债 就是说想去下边先摸牌一下底 实际上而言 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到底有多少 其实心里是没数的 您理解这件事吧 就是说它到底有多少 我怎么会知道 我当然不知道 因为它这两部分的债务加起来的话 你看得见的是上面给你摆着的 这个地方发行的地方债 比如说上海我发了多少 北京发了多少 这东西存在一起中央的这些地方的债务我一加 我能够加出来 但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到底是有多少钱 借了多少钱 不知道 中央政府是不知道的 地方政府在这方面是有极高的创造性创造力 它可以用好多种的方式就把这个地方债啊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非就叫什么非正式发行的 像这个所谓的这个融资平台的债务给你减少 因为这个算政绩之一吧 那这个债务到底是多少钱清理了多少次呢 大概在我的印象里呢 从17年的时候就开始清理 至少中间经历了三轮的清理 在那之前也有过清理啊 就是一直都没闹清楚 所以高盛的这个说法 地方政府的这个地方正规发行地方债和这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94万亿 我觉得真的是说少了 我个人估算大概应该是在150万亿到200万亿之间 就是说这个就已经非常可怕了 就是如果你把它整体的债务给都给接出来的话 那最近呢 又有很多东西在爆雷 就是各个那种理财的东西 理财的产品啊什么的都在爆雷 就是中国政府的这个财政这个问题呢 它已经开始这种进入到 就是咱说的更清楚一点 就是多米诺骨牌 或者说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条导火线 就是串着多少个类 它会挨个的去爆 很多的这个你像这个包括 包括像这些就是民营民间的这个融资啊 就是这包括像什么中植系啊 然后这些地方 它的很多的钱实际上而言是进入到了这个中国地方政府的这种融资平台里面去的 那有不少钱进到哪儿 但原来啊 这些这些这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这个这个债务啊 它实际上而言就是它借的这个钱是优质资产 对于对于很多人而言那是一个优质资产 为什么是因为它可以那个把这个 它有它有很好的抵押 对吧 它有政策的支持 那付款的时候就是给你利息 给你怎么样的这些东西 它又很不太犹豫 它直接就会给你 那所以呢 那个时代在银行和这些所谓的这个理财公司啊什么的 这都是非常好的项目 那大量的钱已经聚集在这儿了 你这边七十八十所有地方这个在这种地方在爆雷的时候 你会想你往下你再往下爆的是什么 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吗 对不对 它这些东西所有的它是串在一起的各种线 不光是这个一个 我们这个经济是一个 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整体 那像这个地产爆雷 对吧 肯定就影响融资平台 就是民间的这个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私募啊 或理财啊 这个东西 理财爆雷 然后呢 政府这块 你以为它不爆雷 政府这块一定啊 地方债可爆雷啊 所以呢 拜登为什么会说 拜登老师啊 是一个明白人 他这个都是特别清楚 那中国它实际上确实是一个 它说定时炸弹是有一个问题的 因为中国政府的这个雷到底爆到什么程度 或者什么时候是整体爆出来的话 其实是一个不定时的事情 它只是一个大致的时间区间 这个区间大概有多久呢 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这个能力 把这个东西整个的给压下来的话 大概应该在今年的下半年到明年的上半年 就会发生一些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中国这个金融体系当中 那金融 中国的金融安全现在可以说是一个岌岌可畏的状态 这个不是我说 我说唱衰中国或者怎么样 这个任何一个名言人都可以看到 它的整体的债务水平 包括像它的偿债能力和外贸这种水平 就是原本它是可以用这种模式来把泡沫给戳破洗出去的 但是现在已经做不到了 用这种方式来 你这样的这种状态 你怎么可能能够把这个事情给抹平呢 对吧 所以我现在我现在其实都不太知道中国政府还有什么牌能够打 除了除了整体的用 要不然的就是整个的洗一遍国民财富 对吧 像当年的用国民党金元券这种东西洗一遍国民财富 或者是回到老毛那种时代之外 我其实现在都已经完全想象不到中国政府你目前的这种状态 包括外贸 包括自己的国家的内需 包括它的金融安全这方面 就是怎么能保证自己整体的金融安全 这个我确实无法想象 那至于说可能有某些朋友们说 你们还有除了这两招之外第三招 那可能你们是金融专家 反正我是真想不到这件事 所以说等它爆雷的时候 其实一个非常糟糕的事情 整个有两个地方的糟糕 一个是经济方面糟糕 如果中国这边的经济真的说出大问题的话 那它整体运转不畅 以中国制造业和经济 嵌入到这个世界整体链条当中的深度 虽然你现在开始在脱钩 但是你还是没有脱得了 你至少还得有几年 然后对中国世界经济的影响 其实还是蛮大的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冲击 那它甭管是生产的 还是什么样的这些东西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另外一个是政治方面 因为我们都知道 对于如果经济破产的话 那用什么来补 在一个集权政府来讲 它的最大的补偿方式是什么 最优先的想的是对外的战争 这就像当年的这个 你可以把它看作在二战之前 希特勒上台之后的那个德国 当时德国也是 它用某些极端的刺激模式 然后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增长 但是后继乏力 后继乏力之后怎么办 对吧 对外战争 就只能是对外战争 这种对外战争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借口 就是对台湾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包括像军管 包括像整个冻结金融方面的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可以名声言顺做起来的事情 但是它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张底牌 对吧 也只能是如此 所以为什么说拜登 拜登他老人家说这句话 他除了说中国是一个低大作响的定时炸弹之外 他说他还说的是其他的话 说中国是一个低大作响的定时炸弹 中国陷入了麻烦 中国以前以每年8%的增速来为止增长 现在每年接近2% 然后所以他还有一个说法 是当遇到坏情况的时候 这个就有可能办坏事 他我相信拜登所指的这个坏事 很有可能就是这张最大的底牌 如果这两年真的要翻起来的话 估计这个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就是大确实也会有变化吧 但是那个大变呢 就有可能是咱盛上在沼气池里碰上那种大变 可能就要呼在中国这广袤的960万平方公里 14亿人口的整体的头上 这其实让我其实觉得挺不舒服的事情 好 谢谢诸位 跟各位下车继续